在我们做那个练习的时候呢 我们一开始做Sign Rules的题目 然后他就把所有Sign Rules的题目挤在一起给你做 然后Course Rules的题目的时候呢 他就大多数的题目都出Course Rules 然后有的时候呢他就会出现那个Sign Rules 然后你就不懂到底我这个题目要用Sign Rules 还是要用Course Rules OK,这一个就是很多学生他不懂他做什么 然后有一些学生就比较勤劳的 他就先试Course Rules 然后先试Sign Rules Sign Rules不可以的他再去试那个Course Rules 然后可是事实上呢 到底要用Course Rules还是用Sign Rules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OK,那个方法就很简单 就是我的SSS跟SAA SAS 这两个 你看到这两个东西 是Course Rules 剩下的都是Sign Rules 就是这么简单 OK,什么东西叫做SSS呢 S stand for side OK S stand for side S stand for side OK 就是边 S就是我的边 A是什么东西呢 A是我的角 A angle 角 所以SSS就是说我三个边都有 So我三个边都有的题目 要找其中一个角度 那么我就是用Course Rules OK 然后SAS的话呢 就是说我有SAS 就是说我两个边跟Gap着的角 OK,两个边跟Gap着的角 我就是用Course Rules So我有这三个information的情况之下 我用Course Rules 我有三个边要找我的角度的情况之下 我用那个Course Rules 所以这两个Case用Course Rules 剩下的全部都是Sign Rules Settle 然后AAS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说我有Angle Angle side 就是说这三个info是我有 然后这三个info我有的情况之下呢 它可以直接问你这个 这样就很简单 对面出对面等于对面出对面嘛 所以这个出Sign这个等于 这个出Sign这个Settle 然后如果它要你找这一边的情况之下呢 比较高级的情况之下 它要你找这一边的情况 它是给你AAS嘛 然后总之不是两个边Gap 角跟三个边的情况 都是Sign Rules So这个时候呢 你就需要再做多一个步骤 就是说你用百八来减 OK 百八减这两个 OK 然后百八减这两个 就会变成上面这一个 然后我就有对面出对面 等于对面出对面 so 接着我有ASA ASA是怎样的一种东西呢 ASA就是我有Angle Sign Angle OK ASA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现在要找的是角度 角度很简单 百八减就给了嘛 那我现在要的是这一个 OK 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面出对面等于对面出对面 可是我没有这个Angle 这个时候呢 你就用百八减 然后就是说百八减这一个 再减这一个 会得到这一个 然后对面出对面 等于对面出对面 我都可以做下去了 OK 然后如果他要找这一个的情况之下呢 OK 这个是第二个层次的 那就是你用那个百八减这两个之后 然后你就一样了 对面出对面 等于对面出对面 一样了 它的做法是一样了 然后接着呢 我们在这一边 SSA的话呢 就是说 我有边角 OK SSA OK 你看 SAS 然后 AAS 然后 AS OK 在这一个的题目的时候 你要很小心 如果你看到的是两个边跟一个外角的时候呢 它有可能 是那个ambiguous case OK 是那个模糊不清的 OK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小心 OK OK 然后如果我的这个角度 对面那一条是比较短的话 它就是ambiguous case 的 然后 可是它不会影响到我 到底是用sign rule 还是用cost rule 所以如果他现在要的是 对面 除对面 等于对面 除对面 如果他要的是 但是这一个问题 是在这一边的话 那你就 sign这个 除这个 等于sign这个 除这个 找到了 然后如果题目要的是 属于这一个的话 就比较高层次的话 你就先把这一个找出来 然后你再用百八 来减掉这一个 跟这一个 得到这一个 所以我就有 角度了 所以对面 除对面 等于 对面 然后我还是用sign rule 所以 在我们的 刚才的 那个 应用题的时候 我 就是 遇到 这样的case 所以我知道 我应该要先找 另一个角度先 然后 我再去 用百八 来减掉剩下的 这个角度 然后 才能够找到我要的程度 这样 所以 重点 就是 你在选择 到底是用sign rule 还是cost rule 的时候 你记得只有两个情况之下 是用cost rule 就是 sss 跟sass 的时候 就是三个边都给 ok 就是说他三个边都给 或者是他 两个 边 加 他cap ok ok capture的 脚 ok 两个边加cap 就是用cost rule 剩下的都是sign rule 不 是 就是 医学